容情 第37期 透过以人为本的策略 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学校可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 考虑学生的能力、兴趣和意见 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 尽量作出配合 以让学生感受到 学校对他们的信任、尊重和关怀 学校可透过校证和支援措施的推行 学习和活动的安排 环境的设置 有效的沟通工具和途径等 实践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在一个安全和没有批判的环境之下成长 学校也可提供机会 让学生发挥潜能 以建立自信 并培养学生敢于表达意见和感受的正面态度 让他们学会审视自己的能力和需要 为自己作出适当的选择 计划自己的未来 升级畅正在学校长 我希望老师知道的就是做工课的时间 其实都有一点短了 有时都不够时间用 我觉得很荣幸 因为知道 老师也挺关心我 在學校的活動中,我們一定要以學生為本 譬如最近我們透過州會,州會是我們叫做學生與校長對話 我想這也是提供一個平台,我們希望透過溝通和尊重 讓他們有機會表達對學校的看法 最近藉著學生的生日做一些功夫 通常小孩子來到的時候,我都會恭喜他的生日 然後他就可以有一顆金山 重點反而是透過這樣的機會,你打開的話題 去瞭解他最近是怎樣 透過這樣的機會,做學校一定要留意 就是說我們什麼時候都要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機會,有一個設立點去認識學生 當然這個要回到,其實我們認識學生之餘 其實我們要記在心裏面 學生感覺,其實你要關心我,知道我 他可以表達得多一些,或者深一些 或者他的需要是什麼 我們的跟進就可以再去貼一些 所以我們看看我們的手冊裏面 其實都挺漂亮的,都不錯,封面 特別在裏面是比較少有學生的照片 讓他有機會去參與,攝影 都是一些他展示自己的才能方法 我想這個是最幫助學生的東西 我相信學生為本什麼時候都是學校的方向 原來他們跟我說他們很喜歡一些具有挑戰性的活動 於是我們就邀請他們參加一些歷期活動 他們就一起來問我們 不如暑假完了還有沒有得玩的 可不可以開學都有恆常的訓練班 就決定讓他們有恆常的訓練 我們都看到學生很團結,也很努力 成立遊繩隊 早前是有一個比賽 其實每次同學聽到比賽都很著弱 誰知那個比賽就剛剛在考試之前一天 同學就主動跟我說 找一次輸我們就會去的 找不及我們就不去的 在這裡是看到學生很主動去分訓時間 也懂得分配溫習和興趣 例如說有同學表示我想學街舞班 學校就因為他們的需要 也都開了街舞班給他們 特殊需要的學生 可能他們對自己的信心是不足的 可能會覺得自己做不到 有時候他們會想半途而廢 我們都會設一些表演或者是比賽 給他們一個目標 我們三個有一個叫學生支援活動室 一早已經添置在這裡 譬如冰箱球台 有些學樂棋 最新買到的就是一部足球機 他們都挺喜歡玩的 尤其是低班的同學 他們是看到足球機都很著弱的 如果在我們這個活動室裡面 我們都不停地都會收集學生的一些看法 我們都希望吸納到多一點的聲音 如果有不同的同學 他們有不同的需要 我們都可以照顧得到 因為學生的學習方法 和能力其實存在多樣性 所以我在準備課堂的時候 會預備不同程度的活動 例如我在幫鞏固中一級的學生 他們學習有向數的加減的時候 準備兩套不同程度的遊戲卡 我就會讓學生自己去選擇 我們相信在一個課堂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提供到一個沒有威脅性 和不受批判的環境給學生的話 他們是應該可以客觀地審視自己的能力 和會遇到的困難 然後就去作出選擇 試過有一個聽像的同學 當時他被老師安排在一個前排位置 學生就說前排周圍的同學說話是比較大聲的 老師聽到了解他的情況 後來老師就安排座位 反而令學生的課堂表現比較穩定 我們學校都有一個升樓班的機制 但是我們融合教育組 都會就著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我們會在各班的升樓班會議之前 集合他們的意見 然後就著一些學生的個別學習的情況 就希望能夠考慮到 其實樓班是否真正正正幫到這個學生 他在學習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就會為著這些學生 我們會定立一個暑期的訓練營 我們都希望學生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反思 其實整個過程他有沒有一些自己有付出呢 或者在整個營裡面他自己有什麼得著 如果他認真和他講得出 在過程裡面所學到的成果 那我們才決定讓他有個升班的機會 實踐以人為本模式支援 關鍵的一步 是和學生建立他們認為重要的事項 在這個過程中 學校可以透過一頁檔案 讓學生在一頁紙上分享個人的一些重要資料 例如自己在哪方面最為別人欣賞 什麼對自己來講最重要 怎樣的支援最能幫助自己等 一頁檔案的設計簡單 能讓學生清晰和簡明地去和人分享自己的觀感和反思 對自己和別人的期望等 其實在學期初的時候 我們中一就會舉辦一些適應課程 我會請班主任幫我派一張星星欣賞的工作紙 其實張紙上面就會要求同學寫上他們自己的優點或者缺點 接著我就會派一張一頁檔案 這個一頁檔案上面就會寫學生自己寫得一些興趣 他覺得自己優秀的地方 還有一些覺得學習上接下來會面對的困難 還有老師怎樣去幫助他 但是透過這個一頁檔案 老師就可以有一個快速一點的方法去瞭解到每一個學生 也都知道他們的強弱看 甚至知道他們的興趣 他們的潛能 對於學校就可以知道怎樣去 可以即時幫助這個學生 有些同學生可能他都會 對於升高中有一個擔憂的 未必適合 於是他們就會通過一頁檔案 告訴我們原來他對化妝有興趣 我們就會成立一個清聰成長的生涯小組 我們就會看看同學仔 他對哪一樣東西有興趣 例如可能是對於一些銷售 或者對於一些化妝 或者是髮型 等著我們舉辦一些活動 讓他們去試一下 是否真的適合自己 我最初都是抱著一個嘗試的心態 找了一個學生 去嘗試做一個學生檔案 我做完之後 我就跟校長分享 這個一頁檔案的一些目的和好處 我構思了一個全校參與的一個學生一頁檔案的計劃 校長聽了之後都很大力支持 跟著我們就把這個計劃 就拿到學校的行政會議裏面 在裏面老師都給了很多的意見 在我們裏面都做了很多的修正 最後我們就把一個定了的計劃 就推出 我們就在這個教職員會議裏面 就向全體的教職員去簡介這個學生一頁檔案 我會覺得其實通過這個一頁檔案 其實是真的從學生的角度去出發的 而不是老師去覺得學生需要些什麼 反而是學生告訴我他需要些什麼 我很喜歡一頁檔案 因為我平時都不會特別去思考自己的優點 決定之類 所以我覺得這份檔案是 除了給老師看 也都很幫助我去了解我自己 除了我剛剛所說的 知道自己的需要之外 我亦都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好像說我功課上的時間不足 就告訴我我要做功課的時候專注一點 因為這樣就令我知道我要在這方面做改善 相比其他科 我應該是比較好的 老師看到這樣的情況 都會再給一本有很多詞彙的一本書 類似小手刷那些 那就加強回到這方面的能力 好幫到我 都喜歡做這個一頁檔案的 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 其實都避免了面對面 跟老師說自己強弱項的需要 這樣就不用很害怕 口疾疾的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尷尬之餘 還可以等老師和考方 這麼了解和明白自己都幾一舉兩得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一頁檔案的方式 簡單全面地了解了我的需要 包括我的個人意願 再在學校方面作出一些配合 好像我們現在的Mars課程 透過這個一頁檔案 就可以簡單直接地跟老師說到自己的需要 好像我們班主任一樣 都知道了我們大部分的需要 之後都很民主地問了我們的意見 看我們想要每天幾個功課 什麼時候有密書 什麼時候有測驗 在這方面知道了之後 都真的很幫助到我們 不用我們平時這麼大的壓力之餘 都可以知道 原來老師也是有關心我們 而不是盲目地忽視我們的需要 是希望的 因為都好像剛才這樣說 這個真的都幾簡單全面 可以很清楚地表達到自己意願 老師又知道自己想怎樣 但自己又不用 好像很強迫老師一定要我這樣做 都是一個不利人利己的方法 我會覺得這個一頁檔案 是真正能夠配合到以人為本的理念 學校其實可以透過一些班級經營 去運用這個一頁檔案 加強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和了解 也都令學生會感受到老師的親切關懷 以人為本的理念 是由 Carl Rogers 一個很著名的心理學家提出的 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未來的生活 去奮斗 是會去努力的 其實我們就有些東西要配合的 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 我們要有一致性 一致性的理念 其實就是當他進入了學校的時候 其實在每個環節裡面 都會感受到相同的 我們對於他的關懷 這個是可以給予一個安全感的同學 要無條件 他有正向關懷 給予我們的學生 有這樣的環境之後 他本身向善的特性 更加容易可以表現出來 至於在學校方面 其實如果學校是 可以營造多一些關心的環境 信任學生的環境 學生會有一定的進步